针对GDP下修为2.4% 一举跌破3% 景气持续没有起色 前院今天宣布提升景气方案 祭出了各项措施以及补助 希望短时间内能够收到效果 让景气回升 而目标是经济成长率达到3% 行政院内阁官员一字排开 几乎坐满讲台 共同宣布提振景气方案 院长这样一话说 未来目标是要让GDP达到3% 我们的希望就是 透过一个掀开锅盖的动作 让这整个经济成本的局势 得以改变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希望 能够达成经济成长率 3%以上的这样一个理想 主计处日前下修全年GDP 为2.4% 景气没有起色 行政院寄出四大面向 13项措施 包括扩大消费支出 提振国内投资 激励创新创业 还有就是修正正所税 不过正所税方案 有待立法院朝野凝聚共事 但会期就快要结束 为此将一话上立委喊话 希望不要拖太久 所以在前几天我也有亲自拜托王院长 能够在朝野协商这一个阶段 协助能够离聚大家的共事 只要说这个法案的修正 确实是属于我们全民所期待的 那么我们就尽量抓住这个大原则 能够让他竞速通过是最好 我们也相当的希望 不要再多拖一个月 列出各类补助还有松绑法规 行政院希望尽快摆脱闷经济 在短时间之内达到效果 新唐人也的电视 如天厂柳姿营 台湾台北报导 新唐人也的电视